因為我們自己同文同種 我們有中共人在的地方 我們最會的就是經濟發展 我們可能在政治宣傳上 好像不太行 不喜歡說謊話 那也是一個美德 但是我們基本上經濟發展很好 我們在新疆最好的地方 最舒服的地方就是吃飯 吃飯 他那個羊肉是烤的也好吃 是煮的也好吃 配上佐料也好吃 甘吃也好吃 肉多菜少 而且價錢很便宜 最主要的話 新疆自己出了一個烏蘇啤酒 這個特別好 在大陸的啤酒一般來講 如果說是一般啤酒賣45塊 烏蘇就得賣兩倍 就是這個特別好 我現在要強調一個觀念 就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有沒有什麼集中營 有沒有什麼強迫勞動 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你自己想一下 你想一下就知道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新疆地區 包含在台北 大家最需要的是工作機會 哪一個人不是需要工作機會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家鄉 能夠被開發出來 那個新疆人不能夠每一個人都是 都那麼跳舞給你看 都是騎馬給你看 人家也要有發展對不對 國際媒體在炒作新疆的話 是因為他們不懂 他們認為你長得都不一樣 你怎麼會在一起 他都不瞭解 這個經營已經2000年了 他這個是我們嘴邊界講的 你心中已經有了判斷 然後你在看到跟你判斷不一樣東西 你當然很不適應 但是我們基本上 用很客觀的角度來看 他實際上的情況就是如此 他也不是什麼特別稀奇的地方 而且實際上你要了解到 這個相對於新疆周圍的什麼 中亞諸國來講 他其實是最好的 就像是內外蒙古之間的 那個經濟發展 內蒙古比外蒙古 不一樣好多好倍對不對 因為我們自己同文同種 我們有中文人在的地方 我們最會的就是經濟發展 我們可能在政治宣傳上好像不太行 不喜歡說謊話 那也是一個美德 但是我們基本上經濟發展很好 把這樣的發展的理念帶到新疆去 應該也很好 在內蒙古 在西藏都是這一套